这一集影片我们要探讨很敏感的话题 如果他们抽到正方 他们就要支持正方 只有一分钟半的时间 来为自己的立场做出一些解释 请你等一下要公正 你支持开刀生还是自然生 是奶粉还是母乳 这应该是很多争议的一题 是应该要在月子中心做一件衣服 在家做一件衣服 欢迎回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是正文 我是表 我是Rena 一个孩子 不知你也是一个小哥哥 然后我在怀孕当中 你是什么 单身狗 最近我也是有看到超强系列 他们有debate的节目 这一集影片我们要探讨很敏感的话题 每次我们post中心 会有很多人跟我们讲 请问你要开刀生还是自然产 喂母乳还是喂奶粉 他们就会很想要给你 直到他们自己本身经历过的东西 身为一个单身 他对怀孕期间是一无所知的 没错 在debate的过程 Bel就要based on 我们讲的话来决定 之后要讲座 今天我们会讲三个问题 会aggressive一点 是因为我们非常的专业 我们要先讲明哦 就是我跟Riona的立场 是觉得两边都是可以的 等下的言论不代表我们本人的立场 不要乱 你要骂我也没有办法 骂回你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先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铃铛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这边全部都会放出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辩论脱口秀 只要进入我们第一题的辩题 题目 第一题的辩题就是 你支持开刀生还是自然生 如果他们抽到正方 他们就要支持正方 原来我们要讲开刀生 你的第一台是开刀还是自然 自然 我就是自然生 卖一点卖 这种就要support自然生产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打吧 因为比较多人都是support自然生产 我就要看这个自然生产的妈妈 是如何写开刀生产 我可是很支持开刀的 没关系 自然生产有什么好啊 没有好的 你算也论不代表个人的立场 很像那种中场休息 那种entertainer 我们一个人只有一分钟半的时间 来为自己的立场做出一些解释 点刀石头布 OK 赢了人先 我觉得我可以让他先的 正文是支持自然生的 我要开始咯 大家都会跟你讲 自然生是最好的最伟大的 以前的时候也是没有开到这个东西 只有自然生是不是 所以自然产当然就是最天然 赞天给的东西嘛 baby穷那边穷 就是那边穷啊 自然产的话我恢复的很快 第二天可能就可以自己下穷了 开刀就不一定哦 好紧张 自然产的话呢 baby自己去决定说他几时要出来 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成熟了 所以any time 他ready 他就可以出来咯 另外一点 自然产 生的时候你才会 没有那个痛 你才能够感受到 真的是当妈妈了 最后一点就是 开刀前期很轻松 你不用经历那个争动 可是后期的时候 你的肚子的伤口就这样 哦 你这样痛 你这样子要痛 然后你要wimu 的时候你的伤口又会弄到 哦 所以自然产是最好的 叮叮 你不会你很棒咧 完全一会三十秒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听我说的些 ok ok 准备一二三秒 肯定是支持开刀身的 完全不用经历阵痛 准备好然后画一个抓美美的 坦在那个床上 你还可以选时间 你想要你宝宝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 开刀身会有一个疤 why not 那个是你baby给你 很免费 漂亮的tattoo 哈 怎么快就说完了 哈哈哈 这两场恢复很快 但是我们很困惑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躺在床上休息很多天 就可以躺在床上当花后 哇 最重要的是你不需要经历阵痛 换一个抓 躺下去开个刀 把你的宝宝这样子拿出来 就这么简单 诶 你讲得很厉害 你看还有三秒 yeah 棒棒的 就是想要开刀了 太难了 你觉得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哦 OK啦 我是基于他们刚才的辨词 来给出我公平公正的结果 自己本身是支持自然产的 因为我觉得自然产才是最天然的啦 像你刚才讲的 可是我又想到说可以化妆美美的 就去上台阶 就上台阶 就上台阶 不要打 恭喜你 yeah 你们也要化妆 但我是自然产 所以我其实也是有研究啊 很多关于开刀的东西 我就去问我的医生说 我这一台可以自然产嘛 他就讲说 呃 你现在问我 我是完全给不到你一个答案的 除非你一开始就决定要开刀 那我们就可以set一个dat 如果宝宝的头没有下台盘在很下面的话 也是不能够自然产的 完全就是要到你阳水泊 或者是你阵痛的时候 你才能够决定 开刀也是有好处 你可以完全的确认宝宝 什么position他都可以 安全平安出来 就算期待绕紧也是就这样拿出来 不要让别人给你有一个压力 不可以开刀 罢免开刀就是为了解决 不能够自然产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第二题就是 你支持奶粉 还是母乳 这个应该是很多争议的一题 等一下我又拿到奶粉 我真的很帮这个抽到奶粉的人 讲可怜你赢了你先 因为奶粉的话花很多钱 Sully 奶粉 is the best 我很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真的 我那天才听到你关于母乳的好 请你一定要公正 哦 等一下 你看那边 你看那边 哈啰 可以下来一遍 可以下来一遍 是哦 这个也是可以做的 对啊 这个有到有点东西 你们想要看就留言咯 我们可以做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的 哎呀怎么办 哈哈哈 不用想啊 不用更欢迎 OK来 哦 这个 先到石头 哦 你先 哈哈哈 喂奶粉呢 非常的方便 我们不需要 带着两个奶 这样子出去外面 哈哈哈 奶奶已经兴趣了 在外面 只需要准备一些热水啊 保温品 然后带一个小小的拱 然后放奶粉 分量 你就可以这样出去 开开心心的过生活 哈哈哈 像那种喂母乳的人啊 穿着什么俘乳内衣 然后 哈哈哈 敲不下去 哈哈哈 然后会脏奶 谢谢你 谢谢你 脏奶又很痛 喂奶粉完全不需要 当这样子的问题 不需要怕尴尬 孩子很多可以给你慢慢的选择 然后然后 只剩下一个20秒 又不需要挤奶 减少 肠后忧郁症 我觉得我输了 很有阴压 现在奶粉也很有阴压 还有什么 我可以帮你加一个 给别人带的话 很容易 很容易 对 然后就是这样 谢谢 哦 谢谢Rona 我不用听正文了 我就感觉她要吃 来 刚才Rona讲 喝奶粉很方便 是真的吗 你要带这么多东西 还要泡水 everything 都是要时间的 半夜的时候 你再哭 你这样 你还要这样子 慢慢倒 慢慢mix那个奶粉 是不是有好时间 是不是不方便 可是如果你会母乳的话 你就这样子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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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NN在做的事情 还有 可以很省钱 自己喂了一年的母乳 是不是都不要买奶粉 哼 为母乳的宝宝呢 通常都是比较强壮 听说是这样子啦 然后如果妈妈生病的话 那个母乳是更好给宝宝的 produce一些什么抵抗力 这样子的东西 让宝宝喝了之后 宝宝的身体做了十秒 上天为什么给我们一个泥巴 就是让我们做妈妈的时候 可以吃孩子最天然的东西 拜拜 我直接来哦 恭喜正文 我有个朋友的宝宝 喝他妈妈的母乳会敏感 他需要喝比较特别的奶粉 有些小宝宝真的是不接受母乳 可能一开始会比较麻烦 你不懂你宝宝适合什么brand 要慢慢try 可是你try就try 到他适合的时候 真的是很容易了 不需要面临胸部下垂外扩的 如果他们需要去工作的话 就会很麻烦 对对 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第三题 是应该要在月子中心做月 还是在家做月 那这个是很多东西说的啦 我要先跟我的月子中心说对不起 正中的跟你们道歉 完全就是靠我的胜负欲而讲出的话 我都没有什么point 可是我觉得已经够打了 剪刀 石头 碰 ok 所以正文是自己在家做月吧 看来你的这一台就一个这美丽的家里做月咯 刚才Belle给了我一个很好的idea 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做月 要熟悉everything 在忙着baby 已经是很不习惯了 如果你还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 你就更不习惯 如果你叫人家帮你做月的话 你遇到那个错的人 你跟他一切非常之不合 你要让人家去照顾你的baby 你放心吗 放心 虽然可能自己照顾的话比较压力 可是这个是经历一次的东西 只要度过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讲 我都被说服了 lady跟妈咪第一次做宝宝妈妈的时候 你虽然很难照顾 可是我们一起熬过来的 所以我们的爱更强大 去血子中心 第一个人想到的东西就是什么 很贵 老公就会压力 就会跟你吵架 家庭就会不合 看这个恩亲的男女 我们的評審 有认真在听吗 我都有点想再讲出论 我觉得被你这样子说一下 太棒了 有点打动到我 月子中心就是 可以有人帮忙照顾孩子 可以想说 要跟人家一起培养 那种很强烈爱的环境 但是呢 没关系 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可以慢慢去爱她 我们还可以吃很好吃 甚至是五星级的月子餐 每天上来那个菜子摆 美美 像我那种爱吃的 你就是 真的是很爽 然后还可以洗头按摩 月子中心就是有这种舒服的配套 有些长辈是不可我们冲凉啊 洗头 月子中心是非常同意让我们这样做 因为他们知道要科学做月 里面呢 还会有专业的育儿知识 有些人第一次大妈真的什么都不贵 他们就会教我们应该怎么照顾小孩 小孩就算我们在照顾 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 你要挤奶 你也可以慢慢的 你不要挤奶 你不要挤奶 你不要在上面睡觉 我刚刚说 月子中心很贵 但是在家做月也很贵 请月子多已经是一个费用 你还要再去买鸡 买食材 买一大多买酒 加起来根本就跟月子中心 差了不远的价钱 可以用差不多的价钱去不一样的地方体验 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家看同样的东西 还要洗衣帮孩子冲凉 你手都冷冷了 你还要去碰冷水 天哪 其实一开始你病没有打中到我 可是后来月子中心 觉得月也大了 所以让我好好地想一下 可是这一票 我先给Lio呢 在家是比较方便 可是有的时候很多妈妈 产后了那种心情应该会很郁闷 如果在月子中心 应该会有人帮你带我 非常地赞同 因为我也是月子中心 最重要要考虑到的东西 就是当时的经济状况 嗯 所以还是要谢谢 Adam and Eve 在怀孕期间 跟生好之后 很多妈妈 情绪会很不稳定 很多时候声音去影响到的 每一个人都是为小孩好 就是立场不一样 不要太容易走心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 这一个系列的影片 如果你还想要看我们辩论会的话 comment给我们 然后 这边还是不同 下月自己继续做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留言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对 如果你分享在instagram的话 记得要tag我们的instagram哦 下一期影片再见啦 Bye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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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